交通部观光局推出第二季春游专案 民众出游每人补助500元住宿费 但如果住宿新级旅馆 企业组团招待员工 或青年到离岛旅游等 再加码补助500元 但一般旅游业者 对于加码补助新级旅馆相当反弹 对此观光局是要邀请业者进行协调 当然会有影响 他们有多500块的话 优客他的选择 他就会选择到新级旅馆去了 当然就是说我们要补助 建要补助的话 就是每个就是不管你新级旅馆 旅馆还是我们民宿业者 大家都是一样的价钱 经过协商确定取消自助旅游 新级旅馆加码补助 当18岁到40岁青年入住小镇民宿 或前往离岛地区旅游住宿 仍适用加码500元 也就是说民众符合三项补助条件 最高每人可获得1500元补助 观光局5号将春游专案 规划成自由行旅客 团体旅游 先是自喜庭案活动三部分 同时表示高铁及台铁 也都有提供相关优惠政策 那么就是地方政府 他本身可以集计划 也就是我们会有一千万的 这样子一个活动的这个讲述 那么让地方政府 跟地方的产业做链接 那么我们这个小镇 也有这个一百万的 这个行销费用来鼓励他们 那么地方政府 这个西餐也好 或者自由行 那么其实最重要的是交通 所以我们有台铁跟高铁的 这个所谓的加码 或者所谓的我们的这个 讲住的一个方式 这个情况下 你买了高铁票 我们等于是不要再花任何的费用 当然在台中因为距离的关系 可能会有一百到两百块的 一个所谓的补助 他要付这个补助一万 其他的到南部 基本上是零住宿费用 观光局表示 春游专案推动期间在四月到六月 但要配合地方政府整体产业 各县市都尚未确定 时事日期 预计三月底前同整后公布 并在台湾民宿网 加设专区供民众参考 这次观光局花8.6亿经费预算 希望能创造62.5亿的 观光产业效益 原自新闻虎宿许家龙 台北市桃园市采访报导